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的责任 不能够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时不时的还会有争吵打闹 实在是让人厌烦 但更多的人说 爱情是上天的馈赠 是值得珍藏一辈子的礼物 可以让自己感受自己更迭的美好风景 领略日常趣味 发现那些平淡且简单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人生会充满很多未知的惊喜 还有来自于爱人那些数不清的浪漫 可能没有爱情自己依然可以生活下去 但一定不是自己最想要的 这两种观点都是人们对于爱情的看法 无关乎对错只在于个人 但不得不说 一个人的生活总归是会感到孤独和寂寞 在某些时候也会有些无助 而两个人的生活虽然会有不美好的回忆 但时不时会有淡淡的甜蜜和始终温暖的爱意 因为爱与被爱的关系把彼此连接在一起 在付出爱的同时 也在享受来自于另一半给予自己被爱的感觉 在孤独无助的时候 在失魂落魄的时候 在情绪崩溃的时候 只有会有这样一个人陪在自己的身边 是一种安心 是一个拥抱 更是一个依靠 就好像在说 你可以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但被爱的时候也可以不那么坚强 当一个女人被爱的时候 会变得更加的自信其坦然 因为她深知自己的背后始终有人在 面对问题不会无助 因为她知道有自己的爱人可以帮助自己 换句话来说 一个女人享受爱的滋润时 从她整个人的状态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同样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人 也能够从状态看出来 因为长期缺爱的女人身上会有三个特质非常的明显 一 不自信 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一个女人在两种状态下穿着同一件衣服 前者表现出来非常自信 尽管自己的身材不太好 但整体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很难让人从她的身上一开目光 而后者表现得就很扭捏 不敢大大方方的展示 甚至不能够直视镜头 同样的一件衣服 两种不同的状态穿 呈现出来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 同样处于在不同状态的女人 所呈现出来的自我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长期被爱的女人可能没那么的漂亮 但因为有爱的滋润也有着别样的魅力 而长期缺爱的女人没有来自于身边人的赞美和肯定 更不确定这样的自己会不会被大家死喜欢 她们身上会有一种不自信的味道 不能够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能够坦然地表现自己的优势 因为缺爱所以缺少肯定 缺少赞美 更缺少对自我的肯定 她们身上就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不自信的味道 被爱的女人在面对他人的好意时 能够很坦然地接受 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值得别人对自己好 更值得接受被爱 因为拥有着别人对自己的爱 所以面对爱他人的爱不会觉得慌张 她可以接受别人的爱 但也可以回报对方的爱 然而长期缺爱的女人 是很难能够感知到这种待遇 可能她的生活始终都处于黑暗面 工作上的不顺利 交友上的不合拍 被感慨是不是自己真的非常的差劲 所以不值得被爱 更不能够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好 可能一开始是命运不公 但时间久了 因为长期的缺爱 也导致了女人不由自主地开始自卑 面对别人的好意不敢去接受 甚至会怀疑自己为什么值得别人的好意 面对爱情的靠近不敢给予回应 怕此时的美好会转胜即逝 比起得到之后再失去 他们甚至不敢也不愿意去拥有 电影《喜宝》里面有句非常经典的话 我要很多很多的爱 如果没有那就要很多很多的钱 影片中的喜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难免让人感觉这个女人太现实了 甚至有些败金把金钱看得太重 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感情 然而现实生活中 人们总是越缺少什么 也会在意什么 一开始的女人对于爱情也有着满满的幻想 但现实告诉自己 爱实在太难得到 他们也愿意和爱的人吃苦 哪怕生活贫穷 但只要安稳就足够 但是那么长久的人生中都不曾得到过爱 自然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只能够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冷冰冰 但不会变心的金钱上 现实也好 败金也罢 但至少有了安全感 这些长期缺爱的女人会活得很现实 因为过往的经历才有了如今的她们 长期缺爱的女人无疑是可怜的 是令人心伤怜悯的 但事实无常 不走到最后是看不到人生的结尾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她们也能够感受到被爱的滋味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